因為光講超越這兩個字 我就已經覺得 鼠女二就已經把我真的 半逃命都快沒 氣女就一直在旁邊說 顏宜文勇敢喔 顏宜文勇敢 被鼠女二去掉半跳命 顏宜文鋪老少女救了她 導演兼演員的顏宜文 和鍾欣林楊桂梅 一起錄製台中老少女奇遇記 到台灣各地上山下海 那個下水這件事情真的不是 都跟她原本講的有點不太一樣 妳覺得自己有點被騙了 有一點耶 小溜球那一站尤其是 那天早上就 早早就 4點就叫我們起來化妝 說要看日出 然後船就出海 死不讓妳上岸 結果一艘大船就來 然後妳就要從這個 小獨木舟到上岸 上岸的時候再跳下水 就開始浮潛看海龜 整整在海上大概有大概四個小時 在海裡面就是 不停的罵髒 心裡就一直在旁邊說 顏宜文勇敢喔 顏宜文勇敢 在海上妳就是有經歷好幾個階段 就是 哭也哭過 罵也罵過 然後 差不多 差不多的那種感覺 然後到最後就這樣 就是厭世心裡想說 好 算了 成了就成了吧 可能第一站的時候 還有裝一下 才第一站 然後在剛開始 我又跟製作單位沒那麼 之前沒有合作過 後來就整個人放飛翅 我算了啦 沒有差啦 脾氣壞 也就是劇組眾所皆知 沒有什麼好隱藏的 一開始都還在想說 我們要呈現什麼面貌給觀眾看呢 不然有沒有呈現說 某一種知性的 想太多啦 基本上妳想太多了 基本上就是最真實的那一面 對於顏義文欣賞 在還有拍淑女兒的時候 會希望可以再拍超越淑女兒的 超越 我不敢講超越 但是我覺得可以 朝新的方向走 因為光講超越這兩次 我就已經覺得 淑女兒就已經把我真的 半途命都快 沒 大概四點多的時候 我的心情就會 整個不行 很慌張 那個身體的記憶 因為妳的日系拍不完 那個焦慮 會完全就是記在妳的身體裡面 所以一直到已經殺青之後了 大概半年我都處 就是只要黃昏就會這樣 大家都會淡淡淡淡的 用這個目標去工作 就跟演員也會有 就是各種磨合 妳都想說第一季 不是大家開開心心的嗎 就是同樂會咩 不是夏令營嗎 為什麼第二季變這樣 哈哈哈哈 就是第二季 我真的沒有想到 她給我的那個 壓力是大成這樣 然後連身體都出狀況 腳踝也莫名其妙就腫起來 然後去檢查 她就說裡面有積水 我也不曉得她為什麼會這樣 還滿神奇的是 但是我現在只要有壓力 我的腳踝就會腫起來 後製又是一條漫長的路 所以其實真的好險有老少女 因為那時候我也有在想說 啊我做後製 我恐怕沒有辦法出去這麼久 但是我又想說 好像出去可以 轉換的情形 之類 然後妳可以到中南部 好像看看不同的風景 就是逃離一下台北 當作去就是療癒一下 所以那個那時候 中心靈都可以看到第一首的 剪下 哈哈哈哈 我整個看到這樣熱淚隱寬 我馬上拿 把電腦從房間拿出來說 中心靈 中心靈快點出來看自己 演的 喔 我不行 我不行 她在旁邊看她 為什麼她會演啊 哈哈哈哈 現在還要 exceptionally 哈哈哈 嘔管 trabalho 丟臉 簡稱 好不好 不 從 決